在臺中擁有百億身價的新力旺控股集團 總裁莊周文涉嫌設立博弈網站和洗錢 機房 八月份檢警搜索 他早一步逃脫被通緝 警方日前 趁莊周文前往寺廟參拜時將他逮捕 還從他的住處搜出了高達九億元的現金 和十三輛的各式超跑 穿著一身黑衣短褲 他就是新力旺集團總裁莊周文 四號下午 他搭著鄉行車跟朋友來彰化拜廟 看起來就像一般的參拜民眾 沒多久大批警力有入室內 把莊周文帶走 過程相當平靜 莊周文涉嫌設立博弈網站跟洗錢機房 警方還從他住處搜出九億元現金 跟十三輛各式超跑 市價上看三億元 檢警調查 莊周文利用洗錢的現金轉投資餐飲和建設等跨國事業 身價有好幾百億 甚至擁有馬來西亞拿都的身份 百億聯盟互動行銷 資源整合利益共享 重點是大作公益 八月份檢警搜索時 莊周文逃脫後被通緝 檢警一度懷疑他搭私人飛機離境 但深入監控 發現他還在臺灣 莊周文被依賭博和洗錢等罪嫌移送 目前還在接受解方附訊 新力望集團隨後發表聲明 強調莊周文是正派企業家 投資的事業均為穩健合法公司 希望外界不要多做揣測 華萊新華主委張春風謝謝周一 台中彰化報導